全红蝉是中国跳水队在今年的最大发现 这位14岁的天才少女在今年参加了世界大赛和全运会的比赛 她一共参加了三个项目 在这三个项目上全部站上了冠军领奖台 全红蝉凭借出色的表现让大家刮目相看 这个年轻的14岁天才少女还会继续创造记录 全红蝉是今年世界大赛上最黑的黑马 因为在参加世界大赛之前几乎没有多少人认识这位年仅14岁的小姑娘 虽然全红蝉在国内的预选赛上表现非常抢眼 但是预选赛并不是国际大赛 只有在国际大赛上拿到好成绩才会受到大家的关注 在出征世界大赛之前全红蝉放出了豪言 在出征当天全红蝉在社交媒体上这样写道 我叫全红蝉可能还没有太多人认识我 但是没关系 我会在东京奥运会上用我的实力让大家记住我的名字 说完这句话之后 全红蝉后面的这句话更让人感到霸气 全红蝉表示 虽然我的年纪很小 但是我的目标很明确 那就是把自己的照片挂上国家队的光荣墙 从这点就能够看出 全红蝉小小年纪就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获胜欲望 年轻的全红蝉来自一个比较贫困的家庭 他家一共有五个孩子 父母都是农民家庭条件非常一般 在这种情况下 全红蝉更希望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小姑娘凭借勇气最终拿到梦寐以求的世界冠军 全红蝉现在是中国跳水队重点培养的对象 大家希望这位年仅14岁的天才少女能够继续努力 争取在未来的大赛舞台上向着更好的成绩发起冲击 当然十米跳台这个项目竞争非常激烈 全红蝉遇到的对手实力都很强 对全红蝉来说 他需要继续努力在未来的大赛上站上冠军领奖台 中国跳水队能够出现全红蝉这样的选手是非常难得的 在历史上中国跳水队曾经有过非常多的优秀选手 但是像全红蝉这样 在小小年纪就能够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并不多 大家希望全红蝉能够借交介绍踏踏实实 练好每堂训练课 只要能够将自己的好状态延续下去 未来全红蝉有机会统治十米跳台这个项目